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 最近特别火 文本生成图片的模型 Flux 它的运行速度十分快 而且对普通的电脑 记着你没有GPU 或者GPU性能不是特别好的 都能够很好的运行 更重要的是 它生成的图片的资料 可以说是吊打 之前我们讲解 还有遇到的所有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生成的一个效果 后面的是我们最新生成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生成的这个人物 在细节上 是没有任何瑕疵的 包括可以生成这种logo 也是特别棒的 这种复杂的场景 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支持生成像这种 动画的这种形式 卡通的这种形式 像人物的 我们看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我们先来给大家讲解 怎么来安装和使用 Flux这个模型 我们先来下载Flux 模型的网址 我也贴在下方 大家直接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在网页上打开 点击这个下载就好了 这模型大概16G 看大家的网速怎么样 下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之前的Stable Diffusion 运行的框架 Config UI 它是一个绿色免安装的 这样一个版本 这个框架的安装方式 在我们的另外一个视频里有介绍 这个视频也贴在下方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视频来安装 这个Config UI 那我们大概下载了一个多小时 把Flux这个模型给它下载下来了 下载下来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烤到 我们这个Config UI的一个文件夹里 就是在Config UI 然后找到Models 那这里面有一个Checkpoint 这个文件夹里 我们来把刚下载的这个Flux 这个模型 烤到这个文件夹里就可以了 OK 我们这个Flux模型已经烤到 这个Models的Checkpoint 这个里面 我们再重新运行 我们回到这个Config UI的这个根目录里 同样还是运行这个RUN NVDA 如果你没有NVDA显卡 可以直接RUN这个CPU 因为我们给大家下载的这个Flux 这个UI这个模型 它也是支持这个CPU的 关机之后 同样还是会打开这样一个网页 那现在我们是怎么把这个Flux 这个模型给它加载进来 它的一些节点信息 这个我们要用到就这样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会贴在视频下方 这个网址下载下来之后 大家拉到网址的最后 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个图片 把最后一个图片下载下来 大家拉到网址的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个图片 把最后一个图片下载下来 我们还把它考到我们这个 Config UI的根目录里 OK 其实我们这个模型 就在这个网页的这个地方下载了 Here这里下载了 大家直接点击这里来下载这个模型 也是可以的 我们下载这个图片 那这个图片里已经包含了 这Config UI的一些节点信息 我们把它这个图片拖到这里来就好了 我们看拖到这里来之后 我们这个整个的Config UI的这个节点信息 就变化了 我们看这里切换碰到这里就变成了Flux 我们刚刚下载了这个模型 那它会有一个默认的一个提示词 也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图片的提示词 这图片的提示词 那其他的就没有额外的设置了 我们可以自己重新生成一个提示词 拷费一个提示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就这里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漂亮的家庭主妇 穿着一个吊带裙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这个宽度我们可以调小一点 这样速度会快一点 这个512 OK 那批次我们生成四张图吧 四张图 那其他的我们就不调整了 不管了 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加载 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添加提示词对列 那这里我们看它会出现一个错误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在Config UI安装好之后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升级 如果是你之前也安装过 那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升级 这样才能支持我们最新的这个Flux模型 那升级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直接在这个Config UI里面 有个update 这样一个文件夹 那么点击最后一个 就是升级Config UI和这个Python 依赖包 双击就好了 双击它会进行这个升级 我们这里升级还是需要连这个外网 需要用VPN的 大家要用这个全级代理 或者这个tube模式 来写的tube模式 双击 而且我们升级之前先把这个关掉 OK 这里已经连到这个VPN的连到外网之后 它会进行一些升级的一些操作 看到没有 这里我们直接点击任意键就好了 点任意键就好了 我们这里已经升级完成了 我们可以再检查看一下 我们已经升级完成了 我们来弄一个提示词来测试看一下 这随便网上找了一个提示词 是一个家庭主妇 像这个吊带群这样一个图片 让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Flux这个模型 它没有反向提示词的 而且我们用的是一个经过真6的这样一个模型 它的效果也可以 最大的好处是运行速度非常快 对显卡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而且生存的质量是不错的 我们现在来直接运行一下 点击这个添加提示词对列就好了 我们看它运行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这里只生存了一张图 回头我们把它调整一下 这里已经运行完了 我们看一下生存的效果 它生存的文件 生存的这个结果在configUI 那里边有个output 这里边 我们看最后这张图 就是我们刚刚生存的 看到我们没有进行任何的 像以前这种负像提示指的一个设定 比如设置它的手 面部的机型等等 没有做任何的设定 但它生存的结果就是很好的 看到没有 它这个人的手还有面部 很好的 我们再来生存一些看一下 我们给它比如前列中国的 让我们这个批词大小的改成 生存四张 它这个高度和宽度也可以调 有宽度我们给它改成800 看一下 我们再来添加提示对列 再来生存 我们看这里已经生存出来了 这是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礼服 我们看一下效果 同样它这个人的手 我们看都是很好的 人的这个面容 五官都是很棒的 这个手 我们可以再挑战一下 比如弄法国的 OK我们来继续添加提示词 看一下效果 OK这里生存完了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面容 穿的服饰也是比较欧式的 OK这个是很棒的 生存的 但它除了生存的人物 还生存其他的 比如风景 这个什么动画都是可以的 我们来 找一个动画的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 随便网上贴了一些提示词 大家可以直接网上来找 那么这里 我们可以赶快来看一下 这是仿造 繁高的新页 来创造了一户画 有强调这个 圣诞色和亮黄色 城市有高耸的摩天大楼 旋转的天空 我们看一下这效果 它的速度是很快的 OK这里是生存好了 我们看速度是特别快的 这个也基本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繁高的新空的这种风格 黄色蓝色 一个主要的一个色调 效果是看着是很很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新的提示词 这个是描绘古罗马的一个兜收场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都是网上找到这种提示词 而且我们看到 它的现在这种提示词 都是一种描述性的 就不需要做很多 那种很专业的那种提示词的一个设定 它都能够很好的识别 我们看也是很快地弄完了 看着效果 这是一个相对有点卡通的这样一个形象 这个倒是一个比较贴近真实的 但细节这个人物的不太好的地方 它整体的风格上是描述出来了 如果你不去仔细来观察这些东西 我们再来找一个相对复杂的一个场景 它也是可以很好的来描绘出来的 有一个咖啡屋 雨夜一些描述的 什么灯光之类的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生成一下 OK 生成好了 我们看这个场景是很好的 来描述出来了 咖啡屋 外面是一个下雨 大概是很傍晚这样的样子 很文献的一个画面 而且它除了人动画 有这种复杂的场景建筑等等 它也可以 其他的像动物什么之类的 也是可以生成的 没有问题的 我们自己写一个吧 我们就简单来写一点 一个小狗 一个女孩 然后在这个城市漫步 在下雨 我们这里生成完了 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就好得多 正确理解了我们的这个意思 也是挺好的 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看它人物 动物的生成都是没有瑕疵的 不会有那种细节上的问题 它这个模型是 没有这种有害信息的一个过滤的 它不会过滤到你的一些 非法的提示词 比如涉及到一些 相对比较裸露一点的 这种提示词 它是不会去过滤的 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比如这种 我们来网上找到 一个提示词来看一下 我们把一些相对比较 没法过省的一些部分 给它去掉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OK 我们已经生成网上来看一些效果 这次增值呢 还可以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个大家可能需要再调一下 它是有瑕疵的 看到没有 总体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我们也没有反向提示词的一个控制 就这一张 我觉得就很好了 它这个手都是没有问题的 面上都没有问题的 它其实还可以生成一些 相对复杂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控制 它举出一些logo 就这种 一个年轻的女子 手上拿着一个名片 写着什么 Nio Dreamer的 一个赛博朋克的这样一个风格 我们看一下效果 直接运行看一下 我们看你生的完了 速度很快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人物是很好的 没有问题的 这个手指也是很好的 它这个全新名片的文字也是很好的写上去了 都是没问题的 整个还是特别棒的 总结一下 因为我们目前用的 其实用过一个真6版的 这个Flux模型 它那个好处是 你的电脑不需要有特别好的配置 就不需要特别好的显卡 一般那种电脑都是可以满足的 第二个它生成的速度特别快 第三点和其他的模型相比 就这个Flux模型生成的图片的效果 觉得是吊打 之前我们讲解 使用过的其他的所有的模型的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因为用到的相关的材料 下载的网址 我都会贴在视频下方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